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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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Sandra 今天我和老公去城門水塘 打算去那裡散步 吸吸新鮮空氣 城門水塘 位於荃灣城門谷城門郊野公園內 因為交通比較方便 所以很多人來這裡交遊 今天早上9點左右 到達荃灣港鐵站 由B1出口直行天橋到尾 見到縱安街指示牌落天橋 然後轉右到縱安街 然後轉右入兆和街 然後我們坐82號小巴 車程15分鐘左右 車費5.8 一直坐到總站就可以下車了 總站附近設有小食亭和洗手間 今次我們主要去三個景點 第一個景點是八千層林道 第二個景點是水半千層 第三個景點是大草地 之後我們就會回到起點的小巴站離開 我們由這邊樓梯開始出發 好了 上來就是城門郊野公園遊客中心 行程來回大約2.4公里 全程連拍攝大約兩個多小時 多維平坦的路段 也沒什麼難度 適合一家大小來交遊 我們沿路走 我們沿路走 就會見到賞碟園的入口 每年3月至11月 是觀賞蝴蝶的高峰期 這次我們就沒有上去 沿途都會見到水塘美景 然後繼續漫步 沿途環境真的很優美 也要 沿途中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由起点大约20分钟 到第一个景点 两旁有又高又整齐的八千层树 真是很壮观 在中间走过好像穿过绿色的隧道 这里打卡真是一流 千层树会不断长出树皮 一层层的老树皮形成了保护膜 层层剥下的老树皮具有保护生命的能力 八千层树叶可提炼出玉树油 是白花油、万金油的成分 叶片初岁后有白花油的香味 然后再向前走就是水半千层的入口 好了 这个景色由于置身在电影场景中 都是打卡必到的好地方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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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八千層奇形怪狀的樹根 令我想起魔界電影裡的場景 真的要多拍些美照 離開湖半千層後 我們繼續去最後一個景點 就是大草地 我們黨現在五千層ént 王子 城門水塘沿途的景色不僅優美 而且設施非常完善 真的不怕找不到洗手間 沿途小橋流水另有一番思義 途人都會停留一陣感受一下 沿途小橋流浮沿途中 蒜蓉 到了這個分叉口 便要向水塘煮霸方向行 如果向着大埔方向走,需时要4-5个小时才到达大埔的 离开湖半千层后再走15分钟左右 就会见到一个叫半闲亭的凉亭 然后再走前一点,就会见到一条楼梯 下去就是大草地了 来到大草地又是另一番景色 有树有水又有大草地,真是世外桃源 城门水塘又名洞植物天堂,可以说是名符其实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感受一下 就要注意下来感受到大草地 最后一场是这里的 一边装图后一边产生 arı道 分开 水 水 打包 下草地装 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欣赏完第三个景点之后 我们就沿途回去小巴站离开啦 今天休闲地度过了一个早上 真的很愉快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